大家好 给大家读读分析分析聊聊 这个现代冤案 就是近些年的冤案 指的基本上是刑事案 政治方面的不在这里边 这个 2016年12月2号 震动全国的聂树斌案的终审判决出台了 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 宣告撤销原判决 改判聂树斌无罪 这个过程非常的曲折 而且最后用的那些文字 其实稍稍的一个严格一点的要求 大家都会不满意 这就叫抹西泥 事情的概括是这样的 1994年的9月 94年离现在26年了 石家庄西郊 石家庄西部郊区 一块玉米地 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 随即年轻人聂树斌 被认定为凶手 并于次年5月被执行死刑 但是啊 这个次年5月 这个死刑执行的时间 现在存疑 为什么存疑呢 因为有一张死刑犯一般 这个在法场上枪毙的时候就会有一张照片 那个照片 大家分析之后很多人分析 似乎地上是有雪 不是流的血 是雪 snow snow 是天上下的雪 应该是冬天 如果是5月份 下雪的几率就没有了 而且你可以查 每一天 其实各地的这个气象局 都有当天的天气状况的报告 叫预报 或者叫日报 没有下雪 5月份 不可能下雪 所以他是提前就被杀了 然后聂树斌的那个叫什么 笔鹿 他的那个口供也是一斗丛生 疑点多多 事实上那完全是打的 驱打成招 虐待的 就是冤假错案 活活给打的 打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生不如死 只能签字画押 然后 这件事过了 11年将近 11个年头 到2005年的1月 曾经犯多起强奸杀人案的 王淑金 在河南落网 好像是河南行阳附近 好像他是在一个砖窑 还是一个煤矿 似乎是砖窑 在那打工 随即主动供述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 强奸杀人案的真凶 一庄20年前的旧案 真凶落网10载 竟然才最终结案 05年1月 一直到16年 12月 中间经过了11年 11年零11个月 将近12年 这个才给了一个平反 才把这个冤假错案 还不是彻底翻过来 就是翻过来顶多一半 与聂树斌同期的呼格案 呼格吉乐图 也有很类似的情况 这个是聂树斌是95年94年的事 这个呼格案是96年4月 在呼和浩特一个女子被强奸杀害 应该是在一个公共厕所里 被强奸杀害 报案人是呼格吉乐图 结果呢 公安机关认定呼格是凶手 两个月后被执行死刑 我觉得 会有一个杀人犯逃跑还来不及呢 他自己去报案吗 往这个公安局身上凑吗 是吧 你想想都想得出来 怎么会的诬赖是这孩子干的呢 然后他这件事过了九年零六个月 九年半到零五年的十月 零五年的十月 曾犯多起强奸杀人案的真凶赵志宏落网了 主动供述呼和浩特96年4月的奸杀案 是自己所为 因为他们肯定是死 所以他们就把之前都说了 14年12月 内蒙古高级法院对再审的判决 宣告原审被告呼格吉乐图无罪 也是经过了九年零两个月 河北省内经过了十一年多 这才给翻过来 聂树斌和呼格都是在95年左右的严打期间 83年不是严打吗 95年还有严打哈 这法律就像一个松紧道 一个猴皮筋啊 实松实紧 被草率的执行了死刑 又都是十年左右 发现真凶也都是二十年后才得以沉冤得雪 这类似的情况可不是他们俩呀 发现了是他们俩对不对 而且这两个案件背后的力量的博弈更令人震惊 聂案啊聂树斌案实任河北政法委书记刘金国迅速成立专案组 要求尽快完成调查 争取一个月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全国的媒体报道 而耐人寻味的是刘金国一个月后就被调走了 能把一个河北省的政法委书记调走的力量 对吧 那么就是河北省当时谁是省委书记 而且这个命令我觉得都不是省委书记下的 应该比省委书记更高级的 现在啊 就不是现在 前几年还就是在国内的网络上 我就看到有类似的文章 矛头指向谁呢 指向红晃他妈张寒芝 说聂树斌的肝还是肾呀 可能是肾就给了张寒芝了 让张寒芝又多活了十年 所以你像张寒芝他老伴 他第二个老伴 就是乔冠华担任过外交部部长的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啊 因为这是传说但是我看到了类似的文字表述 网上有这种帖子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那可是够坏的 对不对 等于是配刑 配上了就赶紧给那个聂楚斌杀了 有杀他当天的照片 那个是有血 那根本就不是五月 应该是提前就杀掉了 那个案子有很多问题都对不上茬 很多证据 全国有很多大律师 像湖南长沙的杨金柱 一堆律师都站出来了 是吧给刘金国调走了 河北省的政法委书记都调走了 之后侦破王书金案的广平县 广平应该是邯郸的吧 一个县 邯郸还是邢台 应该是邯郸 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岳 郑成功的郑成功的成岳亮的岳 被罢职给撤了 提前退休 据郑成岳所言 如果不出现王书金 我现在可能是邯郸市公安局局长了 就是他因为主持公道了 所以他的仕途 他的官 他的官途就此为止 而且他所受的迫害 不仅仅是提前退休 包括他的工资都不给他 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打压 呼格案 当年破获呼格案的第一功臣冯志明 非但没有因错而受到调查 反而在省公安厅厅长赵黎平的关照下 一路升迁到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 而赵黎平自己一路晋升到副省级干部 种种的种种 不禁令人瞠目结舌 聂树斌案的背后 你能隐约看到这个政治不透明的国家 那些手中握有重权的官员 是多么的可怕 后来接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的叫张岳 据听说是张岳一直在后边拦着 一直在后边拦着 就不让这事翻过来 张岳是从北京调过去的 然后 据河北省当地的这些公安干警说张岳很跋扈 然后张岳呢 也是一个逃亡到美国的郭姓富商的后台之一吧 甚至这个郭姓富商说我打个电话 张岳立马就得来 果然是他跟别人打赌 张岳以最快速度到他的办公室 应该是他掌握了张岳的一些隐私吧 或者说是他背后的大哥张岳惹不起 这个郭富商的那个大哥应该是 安全部副部长叫什么来着 抓起来那位副部长江西人 从四川调北京的马剑 马剑对吧 另外可能还要比马剑职位更高的人 他没说是吧 但是他确实跟这些人混得非常好 他在北京 他这个收购首都机场的证券公司啊 不听话就把首都机场证券公司的总经理 就给关监狱了 是吧 很多事 河南新乡的一个商人叫什么 是吧 还有东北的一孩子 原来跟他一块混的叫什么龙 取龙 是吧 反正这位郭富商在北京 我的朋友的朋友 中间隔一个人 跟他见过面 他确实也欠了一百来个给他送货的 给他搞建筑的供应商服务商的钱 至少在多少亿吧 当然他也有他的其他的一些情况啊 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在重庆 他们可以把一个外国人谋杀哦 谋杀后 说他饮酒过量死亡 是吧 那就是海武德吗 是法官是英国人 英国人吧 海武德 就是被薄熙来的老婆 鼓 鼓开来 是吧 和他们家的一个保镖 一个服务人员 叫张什么 给他下毒 给毒死了 然后呢 火化了 没经过家属同意就火化 然后 海武德娶了个中国媳妇吧 在北京首都机场附近应该有个别墅 然后呢 王立军替他遮掩 最后王立军又因为这件事跟薄熙来闹翻了 薄熙来据说在大连期间 就把某些人都给杀了 说有亲哥撒 其中有一个 就不听他们的话吧 跟他作对就让他给杀了 然后对方呢那尸体也不敢火化 或者说想留着吧 留着可能想有一天翻过来 就放在自己家冰柜里了 亲哥撒其中一个被杀了 反正很多年之前 二十多年前 九几年 我去大连出差 然后打出租 大连当地的出租司机就跟我闲聊 就说有的个别的律师 不听薄熙来的话 就被薄熙来关到监狱里边去了 所以说呢 天下乌鸦一般黑 对吧 然后在河北 所以说他们把一个没有犯罪的底层农民判处死刑 可能就是要他的那个肾吧 即使真凶落网后也要阻止翻案 因为这案子里边 大量的刑讯逼供 冤假错案 逼供信 然后咱们说说吧 这个近些年的这些冤案有多少啊 第一个内蒙古的呼格吉乐图案啊 被枪决九年以后真凶出现了 第二个河北聂树斌 被枪毙十年以后真凶出现了 第三个 叫河南的魏清安 因强奸被枪决 当然这都是画着引号的 不是真正的啊 罪名是罪名 但是实际上都是被冤枉的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郭德纲说过 说冤枉你的人 比你自己嗝 比你自个儿都知道你有多冤枉 就是故意的 因为中国很多时候是有罪推定 有罪推定 不是西方的无罪推定 根本就不知道你有没有罪 就说你有罪 不服就打你 你看北京市交管局的局长 管全市交通警的那个局长 叫什么建国 马建国还是 是什么张建国 是吧 不也被抓了吗 抓了在法庭上 说他们打我不让我睡觉 是吧 这个不稀奇啊 别说你了 刘少奇都给整死了 彭真反正没死也够呛 是吧 贺龙彭德怀 这不都整死了吗 对吧 别说你一个局长了 更别说你一个草民了 是吧 河南魏清安 因所谓的啊 我就不念所谓的了啊 就是那个假的罪名啊 被枪决 受到强奸 一个月后 真凶落网 他这才冤呢 是吧 如果晚一个月 可能他就不至于死 但那也不一定 因为这些人 已经把他驱打成招了 是吧 就说是你干的 就把你枪毙了 第四个冤案 湖南的叫腾兴善 杀人碎尸被枪毙 十六年后宣告无罪 第五个 湖南的杨明寅 杀人入狱后十年 他这没枪毙啊 说他杀人了 可能是死缓 因另有真凶 真凶出现了 被宣判无罪 第六个 湖南的叫江自然 关了六年 关押放了 第七个 这个比较有名 我知道 叫湖北的 叫奢祥林 前些年呢 说他杀老婆 说他给老婆杀了 关了十一年 结果他老婆出现了 他老婆应该就是跟人私奔了 或者就是被人拐卖了 关了十一年 他老婆出现了 给他放了 第八个 湖北的叫黄爱彬 也关了四年 给放了 第九个 还是湖北的 叫吴鹤生 关四年 第十个 江西的叫土景新 就不说他们的罪名了 因为太 太 太繁琐了 第十一个 江西的叶烈炎 说他爆炸罪 第十二个 江西的废治标 废秦 叫兄妹杀人案 第十三个 湖北的徐继斌 说是强奸 过了十五年 发现证据和真正的血型 配不上 对不上 这证据相悖 你看看 第十四个 河北的宋保民 也说他强奸女青年 冤死在狱中 在监狱里死了 七年后 宣判无罪了 第十五个 河北的徐东辰 说他奸杀 少妇四次 被判死刑了 拘押了八年 第十六个 河北的刘钱 也说是强奸未遂 韩元九年 宣判无罪 第十七 河北的李志平 第十八 河北的陈国清 何国强 杨时亮 朱延强 这河北的冤案 怎么多呀 河北的冤案啊 第十九 河北的李九明 第二十 河北的孟存明 第二十一 河北的王思堂 第二十二 河北的王兰奇 王兰军 第二十三 河北的刘俊海 刘印堂 这河北看来 驱打成招的比例相当高啊 还是说其他省也多 没接出来啊 二十四 河南的张震锋 二十五 河南的黄新 二十六 河南的秦彦宏 二十七 河南的张少友 二十八 河南的旭靖祥 二十九 河南的赵作海 啊 这个人有名 赵作海 说他故意杀人 判了死缓 十一年之后 死者出现了 这跟湖北的一样啊 说杀人 被杀的人出现了 三十 河南的张从明 三十一 河南的王俊超 三十二 安徽的四个小孩 四个少年 三十三 安徽的刘志 三十四 安徽的赵新建 三十五 云南的陈金商 三十六 河南的杜培武 杜培武是个警察 说他杀自己老婆了 实际他老婆是被另外的警察杀了 而杀的时候 他老婆正跟别人搞破鞋 搞破鞋的对象也是个警察 就是搞破鞋 跟他老婆一块被人开枪杀的 这俩人是警察 杀人的那帮人里边有警察 被冤枉的还是警察 三十七 云南的孙万刚 三十八 云南的王树红 三十九 云南的引用国 四十 吉林的孙少华 四十一 吉林的王海军 四十二 吉林的于奎亮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都是辽宁的 李化伟 李德田 孙学双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陕西的 分别叫 岳吐元 高进发 吴志峰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广西的 王子发 三十八 山俊虎 蓝永葵 文崇军 卓发奎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浙江的 吴大全 刘华中 董文烈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四川的 骆小林 李杰等四人 罗开友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六 六十 黑龙江的 史延生 杨云忠 六十一 山东的 陈世江 六十二 山西的 郝金安 六十三 甘肃的 裴树堂 六十四 甘肃的 李天荣 你看甘肃的 裴树堂 还有诬告的 说他强奸 女演员 坐牢七年 过了十四年之后 受害者 因受良心谴责 而坦诚无搞 申诉了二十四年 才获得再次审理的权利 六十四 甘肃李天荣 六十五 贵州的 杨显芬 六十六 重庆的 佟立民 六十七 福建的 陈信涛 六十八 福建的 张石缩 六十九 海南的 黄雅全 黄盛玉 其实 其实是 还有没统计的 和没被招雪的 以及将要发生的 还在继续的 这就是中国的法律制度 让这么多人蒙冤 这个法律制度 有严重的问题 是